今年不少人裝修家居時 都會自己親自選擇喜歡的瓷磚款式 究竟這幾年流行哪幾類瓷磚 選擇過類型瓷磚時 又要注意什麼地方呢 這幾年瓷磚上流行的主要是木紋磚 一些雲石紋磚 很多時候現在比較年輕 更喜歡Fancy的花磚 甚至是水磨石的瓷磚 都是這幾年比較受歡迎 就這樣肉眼看 其實很難分辨出的一般普通的客戶 但是真實的木地板 其實最大的優點就是 始終它走起來會比較溫暖一點 還有譬如家裡有小朋友 為一老人家 它真的跌下去的時候 就沒那麼痛 最主要是因為木地板比較難打理 首先木地板容易刮花 防污能力也比較低 譬如你倒捨紅酒、咖啡 基本上都會食色 但是木紋磚就沒有這些缺點 防污能力也好 又不會刮花 也不會容易打爛 在清潔上基本上是很簡單 清水可能稀釋一點漂白水 清潔已經很乾淨 而且水浸也會浸爛 藏污這些問題也不會發生 木紋磚是易打理得多 基本上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但是它仍然擁有鋪圓 很溫暖的感覺 其實如果一些木紋磚 很多時候它一個型號 都會有很多個不同的花紋 有些說是甚至超過20個花紋 變成你鋪在家裡的時候 好像每天都不一樣 這樣才能出現自然的紋尾 基本上現在的木紋磚 其實都在說是非常通常 一般家庭可能大概5、6年 甚至乎7、8年裝修一次 基本上是整個年期 5、6年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不會有損毀 損壞、掉色 因為始終木紋磚是一條長條 在一個物理現象上 一條長條在燒製的過程 不多不少會令到它的平整度出少少問題 磁磚可能會輕微有少少軟軟的 其實這些情況 無論在歐洲磚也好 國內生產的磁磚都一樣會出現 但是可以透過一些師傅 在鋪砌的過程裡面 避免了這些問題 柬木紋磚提醒它兩件事 第一我們就是要看那個尺寸 因為木紋磚大小 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有些比較細件的 150mm x 200mm x 200mm 但有些大件的 可能是200mm x 1.2mm 不同的尺寸有甚麼分別呢 坦白說 越大件的磚鋪出來的效果 就會比較大 但是大件的磚就會貴一點 而且越大件的磚鋪到同一個範圍 看到的隙間會較少 這個也是一個優點 細件的就會性價比高一點 價錢會比較划算 鋪大件的磚都不是全部人都適合 如果那個廳或範圍是很小的 你硬將一些很大件的木紋磚放進去 其實出來的效果也未必好看 至於第二件事我們會提醒它 因為木紋磚其實有兩種 一種木紋磚就叫直邊的木紋磚 一種木紋磚我們葉內就叫軟邊的木紋磚 就是邊有一點彎彎的 兩種木紋磚鋪出來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直邊的木紋磚鋪出來 條縫就會稍微幼細少少 枕邊的木紋磚鋪出來 條縫就會稍微感覺上闊少少 各有什麼好處呢 枕邊的木紋磚其實它最主要 可以避免做一個木紋磚經常會出現的問題 因為木紋磚有些時候都會有少少軟軟的 你的木紋磚邊是少少彎彎的時候 就算鋪在地上有少少高低不平 你感覺上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直邊的磚就更加考師傅功夫 如果鋪出來真的有高低不平的情況 踢腳的感覺會比較厲害 其實鋪砌木紋磚很多不同的方法 首先有我們比較傳統平鋪 但基本上都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出不到自然紋理的效果 很多時候最簡單 我們都會有一種叫錯位的鋪法 每件木紋磚我們都擺斜少少 讓它有個自然長短的感覺 那就更加出到那個真實感出來 比較特色少少的會鋪骨型鋪 有些人會叫做人字型的鋪法 這些鋪法都要很 depends on 你的家屋客廳範圍的大小 因為如果鋪骨型鋪法 如果你的客廳又窄又長的話 鋪出來你都見不到多少寒 變成出來的效果未必那麼好看 還有要注意一點就是 一些比較特別的鋪法 譬如這些人字型或鋪骨型的鋪法 它會損耗瓷磚比較多 因為它會有很多地方需要切割 而切割完出來的部分都用不到 那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要買多一點瓷磚 才可以用一些特殊的鋪法 就這樣打橫一件一件這樣鋪 就算去到尾尾那裏要切走一部分 它切了出來的還可能用得回 但是你想想你一打斜鋪 然後打斜切一刀 有剩的那件瓷磚應該多數都用不回 變成損耗 你需要買到更多的瓷磚 才可以足夠的面積去鋪砌 用的錢就會稍稍多些 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鋪法 坦白說師傅都會收貴一些 一件小一點的瓷磚賣30元 那件大一點的瓷磚賣40元 你一定要懂得去計算它的平均尺價 你問它一件多少錢沒有什麼用途 你問它一尺多少錢 譬如它告訴你這件瓷磚一尺10元 那你很簡單 你家裡500呎 一尺10元的瓷磚 那就是5000元 究竟家裡500呎 是不是真的買回500呎的瓷磚就夠鋪呢 絕對不是的 因為你鋪的瓷磚過程 那件瓷磚不是我500呎 塌塌塌陷和你鋪下去 其實要遇到一樣東西叫損耗 一般通常買瓷磚的時候 最好都遇到10%的損耗 因為其實做到近場邊的時候 切了那些有時候會用不回 那變了你就要有一件新的來替補 如果你500呎屋的話 你很大機會就是要買550呎的瓷磚 一般是5-10%的損耗會比較合適 很多時候有時訂瓷磚都可能需要3-5天 有些甚至乎需要一星期至10天 那如果你訂回來的瓷磚數量真的不足夠的時候 工程做到一半 先再來等10天再做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通常一般我們都會建議客人提前訂定多一點 那麼一個合適的損耗 那就可以保障工程更加順利 在香港大部分鋪瓷磚的師傅都是非常專業的 因為其實我們鋪瓷磚的師傅 這一科在我們講法叫泥水師傅 這些都是經年累月才做得到的工作 大部分師傅都會鋪得很好 那麼最主要要留意幾點 鋪瓷磚最重要留意它本身那些瓷磚 會不會出現一些空骨的情況 因為其實在瓷磚下面它會有一陣水泥 然後再鋪上地下 水泥如果是填得夠飽滿的話 那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出現這個空骨的情況 有時看一些鹽瓷看得多都知道 敲下去會嗝嗝聲 然後瓷磚就有機會掉 那至於平整度的問題 真的鹽瓷這樣研 就是要找棍子 甚至乎是冰箱波 這樣滾過地面平整地去檢測 個人看法是我覺得 有空買些鹽瓷茶給師傅 會好過你天天去捉住它 其實雲石紋磚最主要 首先我們要分兩種 有光面的石紋磚 亦都有雅面的石紋磚 廚房就會用光面的比較多 因為始終光面的瓷磚比較容易清潔 亦都比較容易打理 因為始終廚房油漬多些 那抹起來用光面的石紋磚 它就會比較好清潔一些 但是要留意就是 光面的石紋磚 就不太建議鋪在地上 一般我們的同事 都會建議 那些客人地上可以鋪一些 雅面的石紋磚 就是可能選一些差不多顏色的 這樣去配襯 因為始終在地上 如果鋪光面的話 遇到水啦 廚房的油漬啦 或者你鋪在洗手間的蕃茄 這樣 漸傷的機會都幾大 光面就通常做在廚房的時候 這樣出來的感覺就會豪華一些 至於用雅面 很多時候都會鋪在浴室比較多 那它就會有種比較有型格的感覺 很多年輕人都會選擇 雅面的石紋磚比較多 這個一定的了 用那件磚越大件 那一定越少 清潔的功夫肯定越來越少 但是大件的瓷磚 首先要留意 一定是價錢比較貴 連人工都會比較貴 因為你想想這麼大件磚 正常來說一個人都不可能就這樣鋪砌到上去 那你變成可能鋪的時候都要兩個師傅 一個扶住一個鋪 那變成人工肯定都會貴一些 現在這些雲石紋磚 跟真雲石有什麼最主要的分別呢 真雲石真的每一件都獨一無 它真是一件純天然的產品 這個是它最大的特點 那出來的效果就是比較矜貴一些 但是真的雲石就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難打你 雲石容易食色 定期看到一些師傅 清潔的工人 都要拿著一部機 在那裏磨雲石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仿雲石磚 基本上在質感上都已經是有八九成尺 那同時間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硬度更加高 它又不會食色 又易打你 它的表面那些又不會磨損 基本上又是用清水拖 就已經完成了 不需要定期去打磨去拋光 而且磁磚最主要就是 有部份的磁磚 會比雲石便宜一半的價錢 雲石紋的磚其實已經是很大塊 它大塊到是整張乒乓球桌那麼大 那當然雲石都可以做到這麼大件 但是雲石本身就厚 那變相重很多 在搬運的過程都會很困難 但是最重要就是在施工的過程 現在那些新式的雲石紋磚 又薄又輕 那它施工就會簡單得多 而且也節省很多施工的費用 大家去到選石紋磚 其實有幾樣特點要看 因為石紋磚它都是一樣 和木紋磚一樣 它都是有不同的尺寸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面前這些 600mm x 600mm 那在香港也都比較合適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適中的尺寸 那可能牆身上面你看到 這些大一倍的了 600mm x 1.2 這些就比較大件 大件會貴少少 鋪的人工都會貴少少 一般我們首先就會和客人看看 一些不同的尺寸 認為它究竟是 什麼尺寸合適它 第二 要看了 那你究竟喜歡雅面的石紋磚 還是光面的石紋磚 那接下來其實很簡單 就是看紋路 看顏色 因為石紋磚有很多不同的花紋 那變相很多時候你要留意那些花紋 如果那些花紋變化太大的話 其實就要一些比較大的空間 保存出來才會好看 那如果空間不是那麼大的話 那就可能選一些花紋變化 沒有那麼大的 那反而可能會合適一些 在這兩年很多客人都會 在設計元素裡面 加入一些花磚的元素 那因為其實花磚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圖案可能成千上萬 那變相很多時候 那些客人都希望可以 可以利用一些花磚 一些比較特色的圖案 去幫他們自己家裡 無論是浴室好 廚房好 做一些點序 最常見可能的做法就是 在一些廚櫃 吊櫃和地櫃中間那裡 都會做一些花磚 那就會出來的效果都是比較特出的 它本身是可以鋪在地上的 它是硬度啊各方面是合適的 但是始終花磚大家都看到 都是一些油漆面 所以鋪在地上呢 其實都要選一些牙面的花磚 那才是合適的 有一個防滑度會好些 真的要數缺點的話 可能它始終比較細件 那些縫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大家都可能都會遇到 在家裡經常有些瓷磚 發霧又要清理 那它在這個部分可以說 是比較難處理少少 選花磚就真的很簡單 因為花磚尺寸來來去都幾樣 不過其實花磚除了正方形 它還有一些是六角形的 首先要選你自己喜歡的形狀 然後選你自己喜歡的圖案 然後再配上顏色 和你本身選的其他磚 或者是其他傢俬 你整個家裡的風格 配襯得到都其實OK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瓷磚 都是很容易清潔的 那它們一樣都是普通清水打理就可以了 但是花磚更加不要用一些強力清潔劑 因為譬如你用一些坊間 有時五金舖會說 你洗磁磚買些洗石水 其實不要下下找洗石水洗 因為有機會會傷到它表面的顏色 這兩三年很多設計師都用水磨石 在一些得獎作品當中 所以這兩三年水磨石是再流行上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生活中 都是有遇到水磨石這件事 只不過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其實香港幾乎每一個地鐵站的地下 都是水磨石 不過它們的顏色變化沒有那麼多 水磨石它就是由很多不同的石仔 混合水泥再壓制而成的一種石材 基礎上都是純天然的 所以它會給人一種很獨特的感覺 水磨石就是可以做到一種千變萬化的效果 一樣是難打你 始終你真的要花心機外護它 譬如你要定期幫它抹納 定期要幫它打磨 這樣它才可以保持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因為現在其實水磨石 就有真的水磨石 也都有仿水磨石的磁磚 如果真的在家居用 鋪地下或者鋪長身都會建議用一些仿水磨石的磚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打理一些 很多時候真的水磨石 很多時候會作為一台面 餐桌面是可以用水磨石 都是合適的 可以特別去做一些防污處理 都是要定期抹 可能你三個月就要幫它抹一次防污塗層 它才可以保養得宜 講解歐洲進口的磁磚 和內地磁磚最主要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很多人就有個錯覺 我以為大陸磚一定是質素差一點 其實不是的 大陸的磁磚和歐洲的磁磚 可能質素只是差丁丁 可能是已經有歐洲磚的八九成 也不奇怪 但是為什麼歐洲磚 還會比內地的磁磚賣貴整倍呢 其實最主要歐洲磚貴 並不是貴在它的質素好 而是別人的原創性、獨特性 歐洲會花很多時間去設計 去研發一些比較特別的款式 而且很多時候 歐洲磁磚廠 規模沒有那麼大 所以變相它們每次生產的產品 數量未必需要太多 變成它們可以花點心思去生產一些 比較冷門 或者是有特色的產品 但是大陸的廠家就不一樣 變成它們每次就要生產很大量的貨 所以它們只會選一些大陸 大家都喜歡的產品去生產 變成大量生產自然便宜 以前就會有些磁磚只可以鋪在牆身 不可以鋪在地下 因為它最主要是硬度不夠 鋪在地下會怕踩爛 但是現在比較新式的磁磚 它的硬度很高 所以牆身地下都是合適 不過最主要都是要留意一件事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客人 最好選擇牙面的石紋磚 最重要就是防滑的問題 外面很多磚都會有說 防滑到R9、R10 其實都是一個數字 當然有證書它證實到一些防滑指數去到多少 但是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有老人家 第一件事要小心的就是滑掉 所以剛才都說過 不建議它們選擇一些光面磚 鋪在地下 是比較危險的 可以選擇一些瓦面的石紋磚 甚至乎是瓦面的木紋磚 如果有寵物的情況下 其實情況都一樣了 都是會選擇一些瓦面磚就會比較合適 問一問賣瓦的公司 究竟會不會有哪隻磚硬度高些 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那就可能會比較適合寵物一些 有些會嚇著村屋的 例如寵物要在戶外 戶外的地方 就可以鋪一些比較粗糙的瓦 有些會有些凹凸的質感 石紋瓦也是有的 那就適合戶外用 那些小狗跑起來也會舒服些 不會不停滑倒 潮濕的話 更加是要鋪瓷磚 因為潮濕鋪瓷磚 起碼水是停留在材料的表面 你抹走它就沒事了 但是很潮濕的地方 你選擇木地板 更大件事 木地板受潮 濕了水 發脹 彎了 或者是出現一些其他損毀的情況 這樣更麻煩